牛奶 有趣 棧鬼 有話要跟你們說 甚麼事 你們想不想在考試中超越糕樑 Oi oi 明哥 這好像不是很好 我叫小明 不是明哥 那你現在有兩條路選擇 一條就是聽完我話 另一條路就是我不給你們參考書 看你們怎麼考第三、第四 不好了明哥 我們以後都聽完你說 我們要怎樣做 你知道我對你們有多重要嗎 棧鬼,以後你的絕版參考書 就不要只給嘉華 但而你跟MISS最熟的 以後MISS有什麼提示都不要告訴她 這樣嘉華就不能跟我們競爭 差幾筆 雖然我剛才在練歌 但隱約都聽到小明說些什麼 小明這樣做是違法公平競爭的原則 我要懲罰她 不讓她上廣州 不讓她拜年 咦?魔人醫生? 嗨,嘉華 我剛才聽到小明她的那段大黑勢 利用她在考場上的優勢 要求其他競爭者協助她扭曲這個競爭 真的嗎?其實就跟商場裡面 一些大企業的行為有些相似 我知道早年的三星、微軟等等 曾經被控濫用市場優勢 比如說低成本價格發售產品 又或者威脅供應商 要求他們停止和其他競爭者供貨 這些例子在香港真是苦甚佳事 有些大約房、連數的大約房 開到整個街都是 想著迫死在同一條街的藥房 都有電子傳媒 只著一哥之勢 要求藝人在接受其他媒體訪問的時候 不可以用橫刀跨回答 有很多人都誤解了 競爭法和反壟斷法是兩回事 其實不是的 所有的競爭行為都會是防止壟斷的行為 話說如果是你有一些反競爭行為 其實你會中長壟斷 而壟斷呢 這意思就是說 當你是可以有支配市場的力量的時候 你去妨礙其他人和你競爭 這個情況之下 中小企是沒有辦法指和一些大的財團 進行一些公平的競爭力 所以這條法例 其實不僅是保障消費者 亦是保障中小企 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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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企業